罵翻了 那么教育部也拟来取消 恢复国高中一人确诊 全班停课三天 至于台北市是否要提前来放暑假 是否预计在明天下午就会公布 那么新北市是暂时没有这样的规划 而教育部却说 担心学生的课业会受到影响 是坚决反对提早放假的 人家就炮轰 孩童打疫苗最快两周之后才有抗体 如果让孩子在高峰期上课 这风险恐怕很大 Omcron狂喜幼童 从国小幼儿园孩子首当其冲 台北市到底会不会提早放暑假 明天早上会正式的提到 指挥中心会议之后 那市长拍榜呢 明年下午就会跟大家做宣布 疫情吃紧被骂翻的教育部 取消了走工格匡列法 国高中恢复一人确诊全班停课三天 但对提早放暑假坚决说不 让专家狂摇头 提前放暑假 对于毕业生还有新生入学的学生的 权力影响非常的大 现在五岁到十一岁这个国小的时候 是所有孩子们发病的里面是第二多的 那健康是比他这一段短时间的学习重要 尤其五到十一岁幼童才刚开打BNT 起码要两周后才有抗体 换言之到六月中才有保护力 但这两周却是疫情高峰期 专家炮轰风险超高 当然是会有一些风险 尤其第一季的抗体会比较慢才出来 有些人可能要到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才出来 孩童一旦上课染疫 回来传给家人的几率也超高 更有专家警告 Omicron驱灵者传染给家人 居家二次攻击率高达42% 若孩子一旦上课染疫 恐酿成家庭风暴 因为孩童没抗体 这周疫情高峰期才停课 讽刺的是这几天打完疫苗 也还来不及有抗体 在于不确要大家回去上课 恐怕让孩子身陷危机 谢谢杨超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